茶博士關輪又到我們這個預告時間 博士,有網友報料 我們這個節目很多是放在抖音上的 沒有,他和你做宣傳沒有所謂 那那些廣告費貴 人量大幅大給他看那些 你做人要看森林,看那兩條草 但是這個抖音就 沒有,沒有意思的東西,浪費時間 全部浪費時間 被人搞了一億多點擊 有人告訴我,那個人弄了你兩個星期 一億多點擊 我一億多就是他富貴 恭喜他富貴 沒有,你的世界手伸不到那麼長 沒錯,這個星期相當多新聞發生 大家知道了,正在這個 我們大概昨天到,這個節目出街的大約前兩天 中國瓜主席習近平去了莫斯坡 見了普京 整團人去了,大盆人去了 很成功 對,很成功 對,很成功 與此同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哇,很勇敢去了基庫 那個是一早有部署的 嗯 嗯 代機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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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即是大家是全合了 一會兒節目才說 為何它會動呢 嗯 它是可以不去的 是的 為甚麼事要去呢 這個就是最關鍵的 嗯 但是那個局勢本身其實就是 下面相當之緊張的 因為為甚麼呢 就在這個菲律賓和美國 遲些會是一個最大的局勢 公布了很久的了 因為它那個是 一向都有的 嗯 美國和菲律賓 嗯 只不過現在它的戰略有些不同 嗯 因為以前它沒有那麼多基地 是的 變成那個佈局不同 是的 佈局不同 即是菲律賓那刻 一向都有的 它是一向都有 是的 與此同時就在這個沖繩島的工庫 這個應該在石垣島那邊已經是前上個星期 部署了導彈了 是的 那些是 讓你知道的 嗯 又是一向都有的 不過是不講的 是 現在就公開講 公開了 但是它還要 你說日本呢 最重要的是它和印度聯手 是的 和韓國聯手那裡厲害 嗯 但這個呢 都是美國很安排的 嗯 如果不是你 但為甚麼會印度又肯聯手呢 這個是在節目上講 是的 又是 多謝我們這個集普會 嗯 又是多謝集普會搞出來的 嗯 就差不多 就一石驚喜 激起千蟲浪 去一次 就是牽動了很多 很多人得益 很多人 但哪些人會損失呢 那麼在節目上慢慢講 嗯 是的 這個世界局勢 大家都要留意 那另外一樣東西 大家看看後面的新聞 原本說 就應該是昨天 就逮捕特朗普的 直接逮捕特朗普的 剛剛那個criminal 說他 掩口肺 美國第一任總統 來了任之後 會被刑事拘捕 是第一個 是的 但是現在呢 就看下去呢 那個情況呢 就有少少 可能有少少變化了 我們不知道因為做的時候 和出街之間 沒有 拉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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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美國有一個傳統的遊戲 嗯 你一不懂進退 就殺到你盡了 嗯 是的 金主一定殺到你盡了 好 那這個博士都在這個節目 就是今天這個集博士館裡面 都會講講 那另外一個就是 當然香港啦 那香港都發生了很多事情啦 舉個例子 譬如說有部電影 啊 原本就可以上映的 這個小熊維尼 血與蜜糖 那結果就 臨尾就 就是發生了這些情況 就 好事啊 如果不是 你怎麼會 表現到 我們那個黨的權威 對嗎 好事來的 就是讓你的人知道 現在是玩什麼遊戲 嗯 對嗎 你說什麼沒有用的 他的遊戲規則 現在轉了打大陸牌 哦 OK 不是廣東牌 打麻醉就知道了 是 所以這些 可以扔啊 當是說笑 沒有所謂的 是啊 那另外就是 這個 何俊仁 他干擾 就是被指 干擾證人 那你知法犯法 嗯 但是他律師來的 通常衰 普通人不會衰的 怕的 嗯 那你律師得罪 他自己很聰明的 嗯 他不知道你現在 你面對那個政權 他們對那個法的看法 跟你不同看法的 嗯 他用大陸法觀點來看的 嗯 所以這個可以解釋 有什麼不同 這也挺重要的 嗯 很多人很少人看到這一法 所以各個撞板 嗯 嗯 因為一你行羅馬法 你沒得搏的 他先拿著你 你要證明自己沒有罪 那你站在那裡 普通法就不是了 是的 所以現在你那些 所以有些聰明 你看梁家傑啊 你是不是敢不敢跳出來 嗯 不敢的嘛 他們應該是聰明一點的 嗯 是啊 所以大家都看一看這個問題 另外當然了 阿博士就一說這個往事 那一定是很多 歲月流金 歲月流金有很多人 尤其是四大探長 哈哈 四大探長就 因為很多人 因為我一向很少講自己的歷史的 嗯 因為那些人當你吹水 有沒有搞錯 七十年代富貴 嗯 六十年代是說 找幾層樓一個月 嗯 那今天呢會貼出來 嗯 或者你起碼知道 嗯 嗯 因為我們不是說 老爸留下幾層大收租嘛 原本就不知道幾層 老爸 嗯 嗯 然後被日本人搞祸 這樣就沒有了 那些樓 即是當時抗政的時候 就是四十 你會打香港嘛 我們那些貨船被炸頂沉了嘛 哦 所以變成了和平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剩下幾兩爛釘這樣 嗯 所以就是 因為是澳門最好的了 在這個中國歷史 是啊 澳門未打過仗 嗯 由明朝割釀了給佩洛馬 譬如說之後 剛剛說 全國什麼世界大戰 什麼打仗完全沒有事 嗯 全部升平 嗯 還有澳門以前是做金的嘛 金的市場很厲害的嘛 嗯 它是國際市場 梳打浮是贏了香港的 嗯 後來因為割了香港 給英國發展呢 才是澳門的那些海外的商人 來了 國際的商人來香港 嗯 來香港 澳門唯有用黃島毒的頂河 那時候開始 是啊 但是二戰以前其實他做金的時候很出名 不如 我問什麼 那時候有個立法局的議員 羅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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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寶家族 他爸爸是財政廳長 嗯 所以現在你有很多銀行呢 在澳門也有金號的 嗯 永亨那些就是 永亨做金 香港最早有金倉就是永亨 嗯 不是汇豐啊 是啊 因為它就是澳門有金 又有銀號 是啊 所以澳門又有另外一段歷史的 那個歷史就很值得說的了 可能將來順便之後我再去說說 但是呢 這個東西再看一看 就是大家知道了 有本很著名的電影《鐵金剛》 是啊 沿著有金倉 他怎麼寫 這個鬼點 其中一個靈感怎麼來呢 就是當年呢 這個作者Ean Flemming 他來香港的時候呢 就在那個記者俱樂部裡 撞到一個 香港的澳洲的記者 Richard Hughes 就帶他去澳門 嗯 但是澳門從了島之外呢 就帶他認識這個羅寶家族 就跟他講個金 有個羅寶花園 有個羅寶花園講金 所以這個就是他 這個呢 我又推薦一個人 還有一個人是譚志強 嗯 因為譚志強呢 譚包聽著啊 澳門和台灣 和在中亞那些歷史 他是專家來的 他是特別學術性 他是很記性 嗯 我們呢 我就說是那些 他在旁邊左道 嗯 怎樣閃心 但是他呢 正式式是讀過一科的 嗯 他寫論文都寫過澳門的嘛 是啊是啊 他是讀過澳門的嘛 所以譚志強說得好的 是 那看看 為了譚炮 就是 他真的說得好的 如果說澳門歷史 台灣歷史 因為做記者很久 很久了 幾十年了 還有他是 在學術性去做研究的嘛 嗯 我們呢就是 下水 嗯 我們親身經歷的事情 嗯 就完全不同的 嗯 比如說你剛才所說的 這個 習普會 普京和習近平會面 那現在你打開那些電台啊 電視台講呢 全部講講講到清朝俄羅斯的班 是怎樣的 那些浪費了 比如盆古塞一邊講的 我們最重要的是 這個行為 帶來社會現在的反射 有多少個角度反射出來 嗯 反射出來之後呢 根據它的反射面呢 未來會帶來有些什麼 危險 嗯 或者有些什麼驚喜 嗯 這個才實用的嘛 特別我們投資金融 嗯 你這麼好 你講清朝啊 你真是發了夢了嗎 哈哈 哈哈 好了 那當然還有 我們講一下 博士最精彩部分 講佛學 那我們 佛學心好的 佛祖也講幾十年了 是啊 我們這些講 都是執口水尾的 嗯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今天博士醒了那些好東西 那就是 我特地帶來給你試的 因為每個人都看電腦 這支 這支不能賣的 嗯 凡是對眼睛要保護受傷呢 你就 用電腦的人一定有用 嗯 它燒你的輻射和刺激到你的眼球 打退那些輻射 嗯 隨時出的 啊 這個叫Eye Activator 是啊 剛剛被你試了 我試了 我試了 有親身的 是很精神的 那它呢 就這樣的 它有一個走珠 有些液體 就在你眼那邊 那我最初就不必要為已 我們這樣 但是過了幾分鐘 十分鐘之後呢 你的眼睛很醒神的 很舒服 是 另外一個感覺來的 是啊 博士 為什麼你這麼多這些 是我的廠出的 哦 是我研究所 嗯 我們燒歐洲 嗯 你看香港市場小 這個就是Made in Austria 就是瑞士科技 是啊 補地理製造 是啊 為什麼瑞士有這麼多這些科技呢 我研究所在我 我有參與的 哦 研究所 在蘇黎世還是在 在蘇黎世那邊 哦 在蘇黎世那邊 在蘇黎世那邊 那些研究所有參與 很多錢的啊 嗯 你隨時可以不見很多錢 就是煙花一陣的 嗯 我就不靈了 在研究所出來 哈哈哈 所以搞火器 香港有錢都玩不起的 嗯 隨時可以投資一百億美金 是沒有了的 嗯 不是開玩笑啊 嗯 就是大的特別造藥 起碼你都要花幾十億美金 這麼好實說 所以你這藥要賣這麼貴呢 嗯 它有理由的 因為它是 不是你做研究就靈的嘛 嗯 是不是 有時候你更慘啊 你中招中哪裏最傷呢 在實驗室靈 就出去不靈 是啊 你一到工場就不靈 嗯 等於現在中國他們經常說 很深紅想做晶片 它是靈的 在實驗室有些 是 實驗室靈的 一到工場就散了 哈哈哈 所以他偶爾都說 啊我們做了幾個 是啊 是啊 那個是最難的關來的 嗯 另外這支呢就是厲害 這支呢 又是我們香港沒有買的 又是我們在我們的研究所出了出品的 在歐洲 嗯 這個呢就是以前你有些疤痕啊 或者你個人想年輕保留 我都三十幾對啦 嗯 我每天每天都敷的 嗯 那你用那個水洗完臉 然後塗一層睡覺 這樣就夠了 嗯 那我朋友說這些呢 如果日本仔出的呢 都有些賣幾千一盒 嗯 但我們賣很便宜的嘛 嗯 因為 他說原來這些漂亮的面霜精華液呢 是很貴的 但我這個是超前的嘛 凡是肉 凡是塑斯的東西呢 我們怎樣超前呢 我們加了一個瓷塊在那裡 嗯 那個是很高度的 頻多放了下去 嗯 就是你外出那些呢 就沒有我們那一套的 所以你要慢慢慢慢的感覺 一直滲進去的 它有一個鎮增在那裡 嗯 有一個鎮增在那裡 等我查到現在 我到現在 對 開始慢慢慢慢的鎮增進去 是 是宇宙的飆波來的 但是博士爺 為什麼買些東西在香港 那麼難我們找到呢 沒有 在香港市場那麼小 那些人又不懂東西 幾百元支他都說貴 那就叫做買大陸東西咯 大陸東西那幾十元支 是 但是出來的效果不同 那些是他的事 他不懂東西 你不要跟他說 是啊 蠢人就不要碰聲 是啊 我知道你們整個 看電腦又整個 給你試一下 是啊 那麼這裏很多謝博士爺 那麼這麼精彩的內容 大家幾天收睇這個 《查博士乖論》 吧 感谢观看 出家人吃素原来是一种犯戒外道的行为 出家人吃素是造成佛教第一次分裂的原因 中国佛教堕落腐化的原因 原来是连武帝所造成的 佛教是不是大家所说的说 一定会吃素不可 很多人都误解说 国一邪火就是要吃素 这是完全误解佛的本意 我们知道依照上座部的佛教 就是一介力而言 佛祖其实是允许我们吃肉 只要你没有看见杀 没有听见杀 或不乏以色为自己而杀的肉食 叫做三斤豆都可以吃 因为当时佛陀跟所有的比丘 平时都是要靠脱波取食为生 所以狮子无供养什么就吃什么 假如要求人家要特别供养你素食的话 其实那是幻戒的行为 这个戒律写得好清楚 所以这是戒律 你完全吃素反而是幻戒 大家被误导了 我都以为佛教就吃素 假如是说 你还是这样的认为说佛教是坚持吃素 那你就不是不了解 佛教佛夺所制定的戒律的精神 因为出家人 人家布施你什么 供养你什么 你就吃什么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你只要选择食物 你就触犯了出家人的食物的戒律 所以你吃钱素反而是幻戒的行为 大家听到和尚这样的说法 你们会不会吓一跳 这是依戒律跟你们所提示的 戒律就是这样 写得那么清楚 那为什么 佛教来到中国 为什么变成出家人一定要吃素 假如出家人吃肉 就会被人家说那是野和尚 那是吃肉的和尚 就会被社会所排斥掉 对不对 其实错了 我们佛在中部大狮子猴经里面 有提到说 外道的修道人执着 以食物得清净 而吃素 并没有助于正德 导向灭苦的智慧 你看外道 反而没有帮助他们证得 证得涅盘 证得罗汉 证得智慧 你看在佛晚年 有一位恶行的比丘弟子 提伯达多 大家都知道 他就特别提倡说 我们终生不得吃肉 要定为戒律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行为 导致了当时佛教 生团的分裂 就是因为 为了要吃钱是 或不吃钱是 这个问题 你看佛教 当时在佛斗的时代 又分裂 好家在佛斗 又将分裂的生团 又给他们喚醒回来 因为完全吃素 这是在印度时代 是某一种外道的修行人 他们所提倡 那么这个恶劣的 提伯达多比丘弟子 他就故意说 我们人家外道都吃钱是 我们怎么可以吃肉 就故意的这样提出 这样的建议 所以很多人就受他的怂恿 就叛离了佛斗 就跟着比伯达多 另外在外面成立一个生团 造成佛教生团 第一次的分裂 不是在一百年后 上座部跟大宋部 那叫第一次分裂 错 那是第二次分裂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第一次分裂 就是在佛斗的时代 就是第一次分裂 佛斗路面的一百多年 到第二次分裂 也是为了戒律 也是为了十条戒律 而年轻比丘提出十条 要破坏 不遵循佛陀制的戒律 要自己制定新的戒律 十条而已 你看整个生团就大分裂 分上座部下座部的当作 大中部 那时候佛斗不在 就没有办法去调和了 调和顶耐 他没有办法了 假设火时代就可以了 所以佛斗并没有要求 弟子一定要次数 这已经非常明显了 那么在北传的佛教 这些后代人所创造出来的 幻网金 嫩茄金等大圣经典 都写得非常严厉 绝对禁止漏实之说 尤其在南北朝的时候 这个梁武帝 萧元在公元511年 发表一篇叫做断九肉文 将吃肉说成十恶不舍 下令所有的出家 比丘比丘尼 食肉者要依照王法治罪 这么严 并勒令舍绝还属 从此以后 出家人吃素 逐渐成为汉传佛教的一大特色 也就是因为 梁武帝这样的禁令 所以导致很多人 畏惟 信佛 学佛一定要吃素 吃素等于信佛 学佛 这是大大的误导 佛陀所制定的 出家人不一定要吃全素 人家供养肉 你也可以吃得借力 你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出家人 要吃素的原因 就是梁武帝所制造出来的一个风气 就是因为当时梁武帝 竟然下这个严格的命令 还给他当作国家的法力 你出家人不能吃肉 吃肉要判刑 还要反属 舍戒反属 这么严重 所以就这样 从梁武帝开始 中国所谓的出家人就不敢再吃肉了 以前是有 从梁武帝开始 没有人再吃肉了 出家人一定要吃全素 这样风行到整个中国 变成说 给大家一个刻板的印象 出家人就是要吃素 不是教授 要出家人 就是压感情 就是够出家人 真的变成这样子 这误导 误导佛教的借力 当然我们去养生的立场来看 或是去以慈悲心的观点来看也好 其实当然吃素 当然是卫生健康 也是一种良好的饮食习惯 不是不好 但是你要选择吃全素或办事 吃素夹杂一些肉食 这是个人的问题 其实跟佛教的信仰是毫无关联的 不要扯在一起 所以我讲这一段的历史 中国的出家人 为什么非吃素不可 是原理梁武帝当时 他是大力提倡 佛教的人 是佛教的大户法 要澄清前后出家四次 人家号称他为出家 中国第一位的出家皇帝 他竟然将出家人吃素定为 法律 人家是借力 要定着法律 就这样 劣力风行 造成当时全国的出家人 没有敢再吃肉了 就这样 延续下来 就变成 全中国的出家人都不能吃肉了 本来是可以吃肉的 吃肉可能是守戒 不是换戒 只是说 你要吃三斤肉就好了 不然我们现在也有肉能吃 对吧 不是我们要吃肉 我们现在要吃肉也没关系 对不对 共用什么 肉食我们还照尸补物 因为这是人家供养的 异戒是不能给人家退回的 不能拒绝 你拒绝就换戒 只要不要梁武帝 所以忽然来用这样的 下这个禁令的话 出家人一定要吃事 吃肉一定要判刑 还要舍弃 我们现在台湾也好 我们出家人 平时就可以吃到肉了 因为这是人家供养 你不能忌绝 异戒不能忌绝 你忌绝 吃钱是反而是换戒 讲到这里 我顺便来带来梁武帝 他因为他信火邪火的偏差行为 导致他的国家灭亡 衍生后面 整个中国在六百年间 你看 造成佛教太兴盛 而威胁到朝廷 联系四个皇帝 灭绝佛教 不堪的事件 只是从梁武帝而来 因为梁武帝他说 太大力的付出佛教 从梁武帝开始 整个佛教在中国 大晃一彩 大明大晃 也造成佛教的寺序 才大事大 乃至很多的出家人的偏差行为 都是梁武帝一手造成 也因为梁武帝大力的盖建寺庙 赴祠寺庙 乃至将国家的国库监给寺庙 很多的钱 让当时中国的各地的寺庙 钱财越来越多 财产越来越多 田地越来越多 然后出家人就越来越 生活越腐化墮落 这样一直延续六百年 造成 是为皇帝不得已要灭掉你佛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